大家好 我是韩国人 我们是打假和讲老子 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英雄 胡哥终于见面了 因为我们这一次 我们来到这个苏州参加活动 然后胡哥突然跑来我旁边 跟我说韩国人 谢谢你之前帮我说话 我当下其实有点问号 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是说是胡哥吧 因为当时发生那件事 你是有蒙面的嘛 然后后续那一些 当时可能新闻 就没有那么热烈的报道了 那究竟胡哥是谁 就是当时啊 撥这个香港分裂分子 尤其这个大汉奸 何韵师的 何韵师来到台湾 就是他撥得起 其实我当时我看到啊 我真的觉得 哇 胡哥 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因为我们当时就单纯 就是觉得说这个人来 又要去涂抹台湾人的那种 假民主自由啊 又加上因为何韵师早年啊 其实他都有来参加 台湾的很多音乐祭的 真的他们那些所谓啊 香港人要什么自由的言论 然后反正就是用这一套思想 当时有影响到台湾很多年轻人 那我想问一下 胡哥到底当时是什么样契机 当时是因为就是说 也是要选举的时候 对 那就是因为民进党他操弄这个 香港这个反送中的议题 蒋俊南丁也在吃香港这个冷血馒头 对 所以我觉得说 那我是知道有一些港独的分子 要参加这个沉港大游行 对 那我就喷那个蔡丁柜生法水 哇这也是你啊 哇英雄 更英雄了 蔡丁柜喷生法水的时候 我有上了一些新闻报导 对 所以说一些警察单位都认得我 选择蒙面的方式 也是要一种反讽的方式 对 就是说我做这个动作 就像香港暴徒 想撑香港那些 对一些暴徒 一样就用这种方式 原来 来讽刺这些人 对 就是说这样子 那因为我也就是说蒙面的用意 也是说这些警察 他都是指他也认得我 现场的话游行的人是蛮多的 对 大概有一万 大概有一万多人在现场 就是都是支持他们那个立场 对 后来我看到 应该那个就是核运石 但是我就 直接就 在后面先观察一下 再泼下去 但是当时的时候 是被好几个人 打了好几拳 手也被打到有点脱臼 你是说当时你泼完以后 就被他们旁边的攻击 对 旁边的那些年轻人攻击 被打了好几拳 然后又受伤 但是这个受伤的时候 当时我并没有提高 所以整个下来 当时你就是混到他们人群当中 对 我就混在他们人群当中 混在他们游行队伍当中 对 因为我看到那画面 你当时就蒙面 就有点在学他们 在那撑香港那一些嘛 然后反正你那时候就 就是泼完以后 他们就有人来对你动手 动手好几个人大概 他们是把你压在地板吗 把我压着推过去 然后手 然后打我的头 打了好几拳 那你泼蔡丁贵 其实你说那一批人 大概就是 何韵石当时那一批 差不多 差不多 大部分就是一些台独组织的人 其实他们 之前也就跟他们交过神 所以我是外号叫立法尾 头发能把 立法 对 立法尾 因为其实各位 我有时候我觉得 尤其我们现在看到 岛内关怪鹿鱼的现象 已经超脱我们的是非 没错 你看有时候我们说 像之前革命也是要 流血流汗的 革命也是要做出一些 这种冲突性的东西 才会让人家注意到 当然很多人就开始说什么 啊这个是那个 胡歌一定是 没有理性啊 没有怎么样 那我想问一下 那那些台独分子 做一堆没有理性的事情 烧棋子也好啊 或者当时也有一个 就我记得也是台独分子嘛 把邱毅的头发 也给扯掉嘛 对 其实各位 这都是你们先开起的 这没有错 这个事情 我必须跟韩国人讲 也要谢谢韩国人 就是说 帮我这个伸张正义 仗义词严 那我非常感谢他 今天刚好有这个 因缘机会 遇到韩国人 我就 又是我们自己 板桥的 这个 充满的同胞 蔡丁柜这个事情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 从这个蔡丁柜这些独派的组织 他去铺了这些 蒋介石的这个 的棺木 那整个就是说用这种暴力的行为来达成的利益 他们讲是自由啦 民主啦 或者说这个是独裁者 波七算不了什么 那插一插就好 那我帮你申法 对 对不对 他有讲过这句话 他说波七不算什么 那插一插就算 所以说我就是用这样的逻辑来 以其人之道 反正是其人之身的这种方式 去凸显他们的这些荒谬的言论跟行为 对 而且各位还有一个KID POVIC 今天胡哥不是做完这件事 他没有负法律责任吗 对 我们之前都看到有些波七的好像就是 对 好像事情闹到很大 但是好像也没什么 基本上他们都没有事情 对 我们这个事情的话 基本上政府是 就是大炮打小鸟啦 对 我们所有参与的人 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参与 但是所有人都被 用什么组织犯罪啊 用什么来判 然后就非常没有人权 凌晨两点多 我们还被带走去 对 这件事情我们也要讲就是 凌晨两点多 我睡觉睡到一半 在那个看守所里面 被他们警察全部带出来 去说要找搜索的地方 所以非常的 那个过程是非常的没有人权 太可怕了吧 基本上有参与的人 全部的警察都是 七八个人 鹤枪实弹到家里面去直接去压人 重刑犯 你们重刑犯欸 你讲的这个跟我知情情论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发生这个 没有讲没有人知道 而且用组织犯罪来判 其实 他也说什么收到什么 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都不是我的 所以 要用这种 莫虚有 当时发生的时候 是要用这种莫虚有的罪名 来灌在你身上 来灌在我身上 想要把我收押 所以这个我要跟韩国人讲 当时这个过程 确实 但是法院最后还是 还我们清白 是政治人物 他去操弄这种仇恨对立 法官是说这个事情是谁开始的 法官很清楚 他只是没有说明 在法院判决书里面 要还鬼我们台湾人民一个善良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 对 因为他们自己鬼扯 把这个是非 这个波齐又怎样拆一拆就好 对对对 去合理化 对 这件事情完全是这些台独分子 他先去合理化他的这种暴力的行为 对 我们只不过是用他们的方式来 要用魔法来对付魔法 对不对 而且刚刚大哥讲到 我真的有点吓到 就是说你在看守所被对待 对 然后因为为什么我今天跟大哥录影片 我本来一直很怕大哥录金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大哥 他可能还有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结果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当时就是交保 交保而且是重交保 一般这种刑案的话 大概三万两万块交保 对 他是二十万交保 二十万是重刑 各位朋友 破个 起二十万交保 太扯了吧 那我被打的部分 所有的这些警察法官都不提了这种事情 因为 大哥为什么 我被打到那时候 我手受伤包起来是 有点脱截 哎哟 对 不过为什么我觉得很扯 是因为你知道这一次 是尤其他们那个反逃犯条例 这个为什么会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在台湾把女友杀害掉 陈东佳 我今天要讲 key point 是当时香港也都说让陈东佳来了 连一个这个解决他自己女友生命的一个重刑犯 台湾当时就为了搞政治 为了不希望说从香港来 然后被定义为可能在一国两制里面的感受 就故意要操弄连一个重刑犯 各位朋友都没有抓起来 结果一个过期的 二十万交保 非常没有人权 就是我在看守所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把我带出来 一般是我可以拒绝夜间审问 他不是夜间审问 他是夜间把我带出去 哇 两台车子把我押出去 押到我的公司去 因为他那个听说是受到上面的压力 对因为当时要把这个要吵得沸沸扬扬嘛 尤其你一定要把你泼的这个东西 拿来也是要换为他们那些支持者的仇恨 然后操作他的选票 然后再搞阿德满果干 虽然是我们不支持这个鼓励这种暴力行为是不好的 对 但是这个事情是民进党跟这些台独分子 先开始操纵这些仇恨 但是我认为我只能用这种方式 而且各位最后也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这样回头一看嘛 你看现在这些整天要撑香港的 有撑吗 撑到哪里了 我现在跟他们都说用卡撑嘛 用屁股在那撑 对那那些蔡当局喜欢撑香港撑到哪里 然后现在那一些所谓反逃犯条例当时的那些暴徒们 好去哪了呢 不是你们的理念很重要吗 极大数求缺一不可吗 其实我们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这一切就是不管西方操弄 那蔡当局就是想要拿这个 来挑起台湾人的仇恨 然后借由这样子骗取他的选票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讲 因为我跟吴哥说我们要有个起承转合 对因为当时算我比较少数敢评论吴哥这件事情 要不然当时波及 那一堆人就开始道德绑架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 那为什么台独分子可以做那些事 那为什么今天他做就不行 所以我很感谢这个韩国人帮我 义政严实的去拨乱反政 台湾的民主就是民进党才做主 所以他说了算 真的 那个蔡英文跳出来说 我们必须要严惩 对 那这个已经变成说你这个 请问一下台湾的法律 直接一个领导人在凌驾法律 对 在指令了 他在下这个指令 所以那个当下我在 那个看守所里面的时候 这个资深的援警就说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你应该就是很麻烦 你后面会很麻烦 对 那还好 可是也是法很重 安排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韩国人也想告诉大家 也就是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勇气 是 捍卫我们的是非 那胡歌是站在前线 捍卫我们的是非 所以我们真的帮胡歌一起加油 好了 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 记得帮人赞 然后帮我们订阅 然后也支持我们胡歌 如果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是大家的讲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